中文化遗产 端午节是我们中国四大节日之一 从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这个节日的一些习俗 也与去岩联系上了 2009年被共互为人类非无人化遗产 这标志着去岩的精神和去岩的作品 成为我们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部分 探索屈原与端午的故事发展历程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世界的交流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兴社东西问采访湖南省蜜罗市屈原纪念馆 原馆长刘石林 全面剖析屈原与端午 为何能成为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世界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世界 中华传统文化丹午的传承世界 端午节的起源 它本来与起源无关 它是伴着龙根文化 人们对龙神的信仰 而逐渐产生的 因为端午节这一段时间 正是江河涨水的时候 我们的先民不知道 这个自然现象是怎么产生的 以为这是龙神在天上操纵 所以这一段时间 我们的先民就要祭祀龙 祭祀龙的目的就是 祈求风调雨顺 行舟平安 慢慢地就形成了端午的习俗 因为屈原显得在 这一个时间段头江迅国 所以密罗人民 出于这屈原的崇拜和爱戴 就把这一个节日 和这一个节日里面的 所有的习俗 就献给了屈原 成为了寄演屈原的 专门的节日和专门的习俗 而提升了端午文化的类害 这个类害是什么呢 就是屈原的这种 爱国心神 这种民本心神 感动了历代的帝王 特别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 所接受 所认可 所以这个端午节 就慢慢地成为 戒业取缘的专门节日 它的转折点是在 南北朝的时候 南朝送 还要每天包粽子送给北魏 这就是借这个端午节 借权 粽子是借权的嘛 对 借这个借权 来加强民族之间的沟通 使我们国家有一种远居力 新闻国家 早上带一通 咱们端午是有非常多的习俗 对吗 对 那您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好 这个端午的习俗 我把它分成原始的 就是去源以前的 还有去源以后的 这个衍生的习俗 你比如去源以前的 我刚才说祭祀龙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他要挂长途 爱业 那他主要是 先民们就是依靠这些 这个土方草药来治病 到去源以后 这个习俗也就深刻了 就成为人们对去源的寄托 就是赋予了新的类 赋予了新的意义 比如华龙舟它本来是 祈求逢跳雨顺 是吧 对 但是因为正好是这一天 去源投降了 密罗江上的先民华者龙舟 本来是在祭祀龙 在听到去源投降这个消息以后 都真心恐后 滑到去源投降的点 去抢救去源 这就形成了进度 所以说密罗是龙舟的固体 进度的源头 这个龙舟进度是因为去源而产生的 那它现在其实也已经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运动了 您觉得它的魅力在哪里 然后让它变成了一种世界性的运动了呢 我觉得它有那么几个方面 一个它是为了进行取源 这是人们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 这是一点 第二一点呢 它有一种拼搏的精神 所以它在这个世界上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特别是这个东南亚国家 樊太平洋国家 几乎都有这个龙舟建筑 成为了一种全民的一种体育运动 那现在咱们这个中国的端午节 也已经是深移成功了 对吧 那么为什么咱们中国的端午节 是这个三省四地来联合打包的呢 深移这个工作我参加了 因为这个端午在中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节日 它仅仅次于春节 而且这个端午的习俗 比春节元宵和中秋的习俗都要丰富 你比如我们四地的密罗紫规 这就是为了健全的 苏州的是介无秩序的 还有这个黄石的端午节是宋文神 所以这个文化外涵都是非常深厚的 所以联合打包 一来是证明端午节在中国有广泛的文化基础 二来也是有利于将这一习俗完整地呈现于世界是吗 对 那么刚刚咱们在聊到这个龙舟进度的时候 有说过很多其他的国家 也都有这样一个习俗对吧 也有 例如日本它叫做女儿节 它要生鲤鱼棋 鲤鱼棋 它也包粽子 它也包粽子 它的粽子不是糯米 是糯米粉 糯米粉 粉 非常甜 你比如越南 还有关于端午和记忆学员的诗词 你还比如缅甸 还有华龙东 这个习俗可以说它的根源在我们中国 那么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呢 这个端午文化 这个国门主要是因为它固有的这种一种文化特质 其实这个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矛盾的 重要的是怎么东西方互相理解互相沟通 而这个节日文化的又正好是我们东西方增加理解增加沟通的一个很好的渠道 除了端午节以外还有中国还有很多节日 比如这个春节啊也被很多的国家认可的 比如有时候过春节 这个外国的元首要给我们的华侨自己祝货 或者是直接参加一些我们华侨的一些春节的活动 实际上是表达了对我们中华文化的认可和尊敬 也说明了我们中华文化 虽然是我们中华民族 但是这是一个可以走出去的文化 是可以为国际接手的文化 还可以是成为我们加强和西方沟通的桥梁 那么咱们中国也是有着几千年的历史 那么这么几千年下来也有很多这种文化的精华 那么您觉得咱们这种无形的这种资产应该是怎样来进行一个保护呢 我觉得现在也要从几下几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自己首先要通过各种手段各种方法 向我们的下一代传授传递这些传统文化 要是这个传统文化在年轻的一代脑海里面深根 第二个是我们宣传部门教育部门要加强宣传这些文化 三个是要通过各种我们节日的活动 通过这种载体让这些文化的把它活起来 不能把它锁到柜子里面 不能把它说是我们编了一本书 就放到书件上就完了 你比如说这个端午节吧 端午节通过华龙州吃粽子等等 要把它传播出去 这四个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华人华侨 积极地向他们居住的地区的国家推荐我们的文化 其实这个保护的方法也很多 但传承是低级位的 没有传承这个链条就会断 就谈不上保护了 所以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 要把这个传承搞好 使我们的下一代认识到 这个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也增强对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自信心